今天我和大家聊一下加拿大各类移民项目对年龄的要求和分析 咱们单从加拿大经济角度来考量的话 这么做并没有错的 但只是会让一些年龄较大的移民申请人感觉有些失落 毕竟有些移民途径年龄既会成为加分项 同时年龄太大也会成为减分项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世锦斯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移民留学出国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向我提问 或者是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获取你的移民评估 虽然加拿大绝大多数的移民政策并不规定年龄为强制性的 只是需要涉及到打分的移民政策 年龄可以是涨分或者失分 其他类别的移民政策基本上都无强制的要求 一般来说只要你成年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一起申请移民身份为附生的孩子来说 一般是不能超过22周岁的 由于加拿大移民的申请周期较长 提交申请的年龄有多大 加拿大的移民局也将按照提交时的年龄计算分数 相当于冻结你的年龄了 那么各个移民方式的年龄的门槛都是哪个标准呢 在加拿大各种的移民渠道当中 只有技术类的项目的移民申请人 年龄方面的要求是最为严苛的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移民打分的结果 通常是在年龄20到29岁呢 在联邦技术移民是满分的 超过30岁 分数就会逐渐下涨 到45周岁以后就没有年龄分了 从而会导致你很难达到筛选分数线的标准 那相当于加拿大移民局直接将大龄的申请人 淘汰在这个技术类移民申请人的范收当中了 所以啊 如果要做技术移民的话 一般建议申请的年龄范围 在24到35周岁之间 那这个是堪称黄金的年龄阶段 没有达到18岁周岁 是无法递交技术移民申请的 但是呢 雇主担保类型的年龄门槛呢 对申请人的年龄要求就比较宽松了 它分为联邦内的雇主担保 以及省提名类别的雇主担保 那这类的项目呢 需要的花费成本呢 相对来说可控 那难度呢 也是低于技术移民的 在绝大部分时候 不需要你有很高的学历和语言能力 即可办理 那也是非常受到国内普通申请人的青睐 那一直也是目前 这几年国内较为热门和靠谱的移民路径 那这个移民路径啊 就很直接了 直接是给加拿大各行各业 提供直接的可以上岗的劳动力 那么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呢 轻壮年的劳动力 永远是占市场优势的 一个人是不可能永远年轻的 但永远是有年轻人 那好在加拿大对于年轻人的定义 较为宽松 一般来说 只要不超过50周岁啊 都可以称为是壮年劳动力 在申请上也是具备合理性的 反之啊 如果要是超过50岁 那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在加拿大的企业 为什么要远度重洋 招聘一个年龄那么大 甚至在有些人脑海里面呢 认定为大爷大梁的 来到加拿大工作 如果给不出一些合理的解释 那么签证观呢 就不太会有获批的可能性 这么说啊 年龄大是一定有负面影响的吗 那也不绝对啊 加拿大移民项目很多 目的就在于 适配不同背景的申请人 尽可能让申请人 发挥自己的优势 来移民加拿大 所以申请人在填表的时候啊 会发现工作时长这一块 有的时候呢 年龄大就代表有工作经验 其实啊 加拿大还是希望 自己的申请人工作经验 是越丰富越好 如果申请人刚毕业一两年 可能在年龄上 占据一定的优势 但是工作经验 肯定是比不过年长的人 而投资移民项目呢 不单单要求申请人 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还要求啊 管理类的工作经验 年轻在这里的方面呢 就不占主要优势了 而且啊 移民项目对资产是有要求的 年龄的逐渐上涨 也意味着资金的逐渐充裕 可选的移民项目呢 也会增加 所以啊 排除年龄大的到退休的 那45到55岁期间的 移民申请人 还是有很大申请希望的 所以我今天说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各位明白一个道理 加拿大移民更像是一种 标准不一样的考试 考试会有很多的科目 但终究是计算总分数来录取的 如果你科科都能考到满分 那么自然可以选择 更便宜的技术类移民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考满分 有的人偏科的厉害 只有部分科目是满分 其他科目一半 那就只能选择 发挥自己优势的项目 来进行考量了 但是终究不管怎么考 总分多少 加拿大移民的考试 总会有一个英语科目 他不要求你考满分 但是也会要求你及格 这就是移民加拿大的底线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 赤牌移民法律顾问市警司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 移民留学的问题 都可以在评论区向我提问 或者是扫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维码 获取你的移民评估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再见 感谢观看